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达标肯定要通过我们医院的认证 我们看来做网站要发放到我们身边 假如我们专的一些好新网友的物责 他都是有动的 这种护目镜就不能发放 所以我们首先要看是不是符合国标 如果国标情况下再请我们院感老师跟我们其他科医相关的人同时确定 他假如说没有问题 要给发放上去 假如说他有医师带定的情况下 他就不能发放 他就只能作为一个生活用品 不能作为一个医疗用品 一定要把这个标准 具体的数值 现在因为我这个东西都没有进入系统 没有一个代号 不能通过计算机方式来统计它 都是手工在计算 具体的分析到百分之个位数的话 起码有 我认为我们这个院区大概是六成以上 这个护目镜是不能用于零床 因为它都有充风口也动 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真正做到能够作为我们 鼎立我们的话 就是说能够符合我们临床使用的话 最好是能够符合我们国家标准的优先 国家标准的优先 然后一些欧标日标 还有这个 不是日标 欧标美标也是可以参考的 国标优先 因为我们一直用的都是国标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 就免了我们很多手续 而且假如你发的东西不达标的话 第一个浪费了钱 浪费了财力人力 而且又没有达到我们实际想要的效果 所以就浪费了资源 浪费了资源 但是这个东西不能完全进行 因为毕竟有一些它不是医疗 医疗出生的它就打不清 所以清又可以 我希望就是说能够 给我们更符合要求的东西吧 就是说假如说有助力的话